新政院前秘书长林一世在知道判决的结果之后 刚才已经发出了新闻稿回应 林一世在新闻稿当中表示 陈启祥的供词不可尽兴 不排除有混淆视听的意图 陈启祥提供的光碟有多处剪接 语意失真 这个部分已经获得澄清 对于遭到以公务员借职务恐吓取材的罪名判刑 林一世强调他没有恐吓的行为 将依法提出上诉 而特征组发言人陈鸿达表示 这不代表最终审判 法院见解 检方仍然主张贪毒 将言议是否提起上诉